明天啟三年 也就是西元1622年 明朝的提督叫雷爾森率兵 在安平港口建築築園 後來因為明朝攻澎湖 荷蘭軍情吃緊 而撤守軍拆築園 現在要說到的重點來了 結果荷蘭 因為去到民調 民調說 結果他只有拒對 拒對 來拒台灣 天啟四年 就是1624年 荷蘭人轉攻台灣 以迅克為駐台第一任總督 在 那是一堆新嗎 一堆新是安平 二堆新 三堆新一直這樣 在一堆新竹園的舊址上面 竹這個城牆 因為磚跟石頭齊缺 就用沙土跟木板來建造 稱為澳倫尼雅城 這我都不知道 澳倫尼雅城 你知道澳倫尼雅城嗎 不知道 因為我們都沒有 我們都沒有再知道 但是 河南人為什麼從澎湖 會被趕到台灣來 是 很簡單 清朝很好玩 不是清朝 中國大陸明朝 其實清朝也是繼承這種大陸觀點 對 比如說他就認為澎湖是你的屏障 澎湖是你的 因為原朝就是 清朝也是在佩尼社群檢師 是 所以 因為佩尼是他們的 但是台灣不是他們的 所以 他說澎湖的同時 也等於是告訴他說 台灣你可以去 你去接台灣 那不是我們的 所以河南人再到台灣去 然後呢在台灣那邊 成立他的根據地 對 所以你要了解就是說 元朝 清明朝跟清朝 他們對澎湖的感覺 遠比對台灣的感覺還要強烈 其實那日書上 過去 佩尼那條線就叫來挖 佩尼以來就是中國 以挖就是外國 所以台灣對你說是外國 真的有歷史地裁 佩尼以來就是有效統治的範圍 佩尼以挖就是無阻之地 台灣就不是 是化外之地 台灣從頭到尾 對中國來說是化外之地 你讓人來趴 你來到澎湖 是侵略中國 所以他趴走 你要去 你去外面那裡比較大 沒人要來 就通常要跟他趴走 好 定義你講得很好 OK 所以呢 民調你顧這裡 顧澎湖 對 民調沒有顧台灣 沒有顧台灣 沒有人要去外國 那是16幾幾年的事情 1624年 1626年 所以到現在多久 沒到700年 沒到400年之前 300多年前 台灣根本不屬於任何人 是啊 為什麼叫做台灣是中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沒有 中國人就是 他想怎樣就怎麼樣 其實台灣400年的律師 對 400年的律師 充滿了外族來來去去 但是一個重點就是 台灣從頭到尾 都沒有被中國 有效隸屬或管轄過 對 對 他常常是中國人走路來這裡 做反共的跳板 對 所以鳳姨你來看 台灣 最老的天后宮 馬祖廟 是 不是在本島 是在佩奧 了解就是因為佩奧 才是所謂的過去 不管是元朝 明朝 清朝 他所認定 那是中國的海疆 那是中國的海疆 所以在那裡 有馬祖廟最早比台灣 任何一個馬祖廟都最早 是真的 你們都比我更了解 我真的沒什麼了解 我告訴大家 天啟七年 這個奧倫尼亞城 改名叫做熱蘭遮城 熱蘭遮城 原來是這樣來的 而且開始這個城牆的材料 逐步改為磚牆跟石頭 全部的工程 在明崇禎 這個五年 也就是西元1633年完成 這就是初期的 台灣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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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說說台灣城 台灣城 那麼這個城牆 用藤水 調灰石灰 去造磚而成 那麼再用鐵 下去盯上去這樣子 那麼城的前方 令族烏特列之寶 以為前衛 那麼由於 動糧兼具 揮釋精製 所以成為 荷蘭統治台灣的 總督辦公居住之所 也就是統治台灣的 政治跟經濟中心 說要聽到就是什麼 應該是總督 總督 總督服 是 勇立十五年 1661年 鄭成功驅逐荷蘭人 攻取台灣 為了紀念他的故里 改一君心 給做安平 對 所以安平盡情 給做一君心 所以鄭成功的子孫 就千居熱蘭遮成 現在要給大家報告 勇立十五年 那是1661年 鄭成功驅逐荷蘭人 鄭成功也不是清條的人嗎 不是 不是啊 OK 他是日本人 那阿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